简单朴素的一句话往往却最能触动人心 近日浙江宁波的谭女士和丈夫从工地干完活 由于来不及换衣服 满身的灰尘 穿着脏衣服去学校接孩子 不过夫妻俩还是有些担心 他去学校之后会给孩子丢脸 没想到孩子见了父母 了解到他们的故事之后 说的一句话让父母是瞬间泪目 我爸爸妈妈又不偷又不抢 有什么好嫌弃 即使没有华丽的外衣 你依然是我心中最美的那个人 这也许就是孩子对父母最温暖 最深沉淡